好 各位線上收看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實力補習班的徐鴻老師 那今天我想要藉由這樣的一個線上教學的機會 來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未來你在學習鋼構的時候 你之前在材料力學所學到一些觀念 能不能具體的用在這個鋼結構當中 形成你在學習上的一大助力 那當然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鋼結構跟材料力學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相對於鋼筋混凝土來講 鋼結構其實除了錯區之外 很多所使用到的公式幾乎都是從材料力學整個把它搬過去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你過去所學習的內容 可以對你的鋼結構學習帶來什麼樣的注意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材料力學裡面有個單元叫做塑性分析 如果你用我們補習班相關用書的話 我們是放在我們的第十章 那塑性分析跟線彈性分析當然就不一樣 因為塑性分析是指的你的材料所承受到的這個硬力 已經達到了降伏硬力 那硬變已經超過的降伏硬變 那不再遵循單純的虎克定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的分析的這個過程上就會有一些變化 必須要有一些專屬於它量身訂造的分析程序 但無論如何至少各位同學應該曉得 你在這個材料力學的塑性分析當中 你一定有學過矩形量的塑性彎矩的計算方式 這個塑性彎矩這個科學法是MP 那它的定義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這個矩形量在承受彎矩之下 好 不斷的增加 它最後會達到一個臨界狀態 Y就是全斷面降伏 所以不管是受壓的部分 或者是受拉的部分 它都達到了SigmaY 那當然我們在材料力學的降伏硬力 我們用的是希臘字母的Sigma來表示 但是如果等一下進到鋼結構的時候 我們就喜歡用大寫的F來表示這個硬力 好 接著如果你達到了這個全斷面降伏的狀態 所多應的彎矩的強度叫做MP的時候 我們在之前材料力學的課程沒有跟同學講 這時候如果你要求解一個矩形斷面的這個塑性彎矩 你必須要先找出它的塑性中性軸 不是中性軸 是塑性中性軸 那如果你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就是斷面的這個硬力是均等的情況之下 你的塑性中性軸 其實簡單講是面積等分界 就是這一條線一分為赫分成楚河跟漢界 兩邊的土地大小一樣大就對了 所以上半部的面積是全斷面的一半 下半部的面積也是全斷面一半 如果在矩形當中 那它的深度就是各是二分之H 寬度都是B 好 那當然同學很聰明 因為斷面上的硬力是均勻分布 你可以很容易的由硬力乘上面積得到它的壓硬力 也一樣從硬力乘上面積得到拉硬力 拉壓必須平衡這個很自然 那接著力量乘上利弊就可以得到力矩 所以最後面在材料力學裡面 大家可以輕易的得到 希望在黑板上呈現了這個矩形量的塑性彎矩 MP的計算式 簡單講就是 矩形量的塑性彎矩 就是它的降伏引力乘上 四分之BH平方 這個四分之BH平方 又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做Z 我們把它叫做塑性斷面魔術 不是斷面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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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性斷面魔術 好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個在材料力學所學到的概念 把它用到所謂的這一個鋼結構當中了 那當然在鋼結構當中 雖然我們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斷面 但是最最最常考 最最最常用的還是H形鋼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過往的知識 運用在H形鋼的MP的計算當中 那真是一個在野 也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到的 好 許王老師在黑板上簡單的畫出一個H形鋼的外貌 那一開始為求廣義性 我就不定時它的尺寸 而是用代號來表示它 E板的寬度叫做BF E板的厚度叫TF 副板的厚度叫做TW 全身叫做D 這是一個標準的表示方式 好 那麼當我在求解的時候 我就運用這個小技巧 我把它思考成是一個盡力學的問題 盡力學我們都知道 算A值可以加加減減嘛 對不對 算行星也可以加加減減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 算MP也可以加加減減 我就把原本一個H形鋼 分解成兩個矩形 好 其中一個就是 沿著斷面外圓所包覆的大矩形 這個矩形的寬度就是E板寬度BF 深度就是全身D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當然可以很輕易的算出 它的MP是多少 因為我只要把黑板上原本的B 換成是BF 把它的H換成是D 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寫在這裡 同樣的道理 你會發現 可是它是一個完整的矩形 我要的是H形鋼 OK啦 那我們就扣掉 所以熊老師在這個地方 先幫各位同學表示出來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橘色的大矩形 扣掉這個紅色打叉叉的部分 那不就是H形鋼的範圍嗎 所以我得到一個想法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紅色的小矩形 也扣掉的話 那我就可以得到 原本H形鋼的MP的大小 那這個扣掉的紅色角矩形 它的寬度就是BF減掉 就是翼板寬度減掉這個 它的副板的厚度 那它的上下的深度 因為上翼板跟下一板 那等於就是全身扣掉 兩倍的翼板厚度 但是對我們來講 一點都不困難 因為我只是做個代腕 我把原本在矩形當中的寬度 變成BF減掉TW 我把原本在公式當中的這個H 變成D減掉2TF 我們又可以得到這個紅色角矩形的MP 兩者相減 你就可以得到原本這個H形鋼的一個MP值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我們的MP的快速計算式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同學可能會問我說 熊老師 現在的考試會考這什麼單純的問題 比如說就是這樣子考 然後給我25分嗎 不會 現在的考試不會考這麼的簡單 但是你如果問我會不會考MP 還挺常考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考試變成像這樣子 近年來單純考MP的題目很少 就是不會單純這樣子考 給你25分 但是他會反過來 他會把一個題目變成是量的問題 然後在這個量的問題當中 要你自己求MP 再說一次 他是考量的問題 比如說叫你算出某一個剛量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彎曲強度 或者是上面可以承受多少載重 可是他就是不給你MP 甚至沒有給你Z 就是Z也不給你 MP也不直接給你 要你從頭到尾自己算一次 藉由這樣的手段 來增加題目的計算量跟複雜度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 一旦他沒有給足足夠的參數 我必須要花時間去算這個 原本H型鋼的MP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兩個問題發生 第一個 我在計算這個H型鋼的MP 要快 第二個 我計算MP要準 也就是說我不能夠花費太多的時間 而且我要算對 因為MP如果我算錯的話 後面的計算的基礎就不復存在 一定就是錯誤的傳遞 好 那許王老師的效果就是 我要減少計算量 我要計算的正確 好 那許王老師在這個地方就舉一個 也是熱騰騰的考題 民國110年結構技師的剛構第三題 好 那當然這個題目 我們考場也沒有及時提解 沒有發解答 那各位同學在這個時候 也沒有拿到考題書對不對 不過先讓在座如果有觀看 參加過結構技師的考試的考生先讀為快 許王老師在這個題目當中 他會叫我四個段面叫我選 那許王老師會選擇第二個段面 就是BH700x300x12x25 那至於理由 請同學到時候看到解題書的時候再說 我只能先告訴你 我會選擇這個段面 好 那如果許王老師決定選擇這個段面之後 那麼他的題目裡面出題教授就這樣了 好 各位技師啊 你選好了吧 好 選好理所 然後做一件事情 我不管你選哪個段面 你把這個段面的塑性彎矩強度算出來 對啦 你算MP啦 我沒有時間跟他五十三 因為我要考完這個考卷 我要做的工作還蠻多的 所以我想要快點解決他 來 所以許王老師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這兩個相減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有共同的因素嘛 比如說 你有Fy 我有Fy 你有四分之一 我有四分之一 所以在這個地方 許王老師在計算的時候 就把Fy等於3.5 頓除以Cm平方提出去 四分之一也提出去 剩下兩邊就是斷面性質的計算 好 三十 注意這是公分喔 因為這個地方 形鋼在表示尺寸的時候 是用MM 就是毫米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是用公分 所以是30公分乘上70公分 就是這個大矩形 大矩形 好 然後再減掉 這個紅色的小矩形 好 好 TF 在這裡 1.2 好 D減掉兩倍的 TW 對不起 TW 30減掉1.2 然後D再減掉兩倍的TF TF是2.5公分 好 按按你的計算機 最後許王老師出一半 因為我們在表示這個 相關的這個彎矩的單位的時候 不管是鋼結構 或者是我們的鋼筋混凝土 我們都喜歡用頓米來表示 因為這樣數據比較合宜 不用寫太多的位數 你可以按壓計算機 你會發現你在彈指間 你就算出來 我認為這樣的方法 如果可以幫助得到你 這代表在考場裡面 你能夠快速精準的 打擊這個問題 那麼熊老師還有很多類似的技巧 想要跟各位同學分享 如果你願意來跟我一起學習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們補習班 諮詢我們的課程 我等你